中文 第三册 第八课 胡盖为什么会动? 瓦特是两百多年前英国的科学家 他小时候有一天看奶奶做饭 一壶水开了 胡盖不停地上下跳动 瓦特觉得很奇怪 就问奶奶 胡盖为什么会动? 奶奶说 水开了 水蒸汽冲出来 胡盖就动了 瓦特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水开了 就会有水蒸汽呢? 为什么水蒸汽 能让胡盖动起来呢? 他常常坐在炉边 一边看 一边想 长大 长大后 他做了很多试验 后来 他发明了蒸汽机 成了一位有名的科学家 词词语 词语 科学家 词语 还 综艾机 词语 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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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 有名 独一独 水湖 一湖水 湖盖 英国 英国人 英语 科学 科学 冲出来 冲上去 冲下来 让开 让一让 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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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试 机器 手机 飞机 飞机 洗衣 洗衣机 一位 一位科学家 他发明了 他发明了 蒸汽机 对啊 他看到 较油 湖盖 不停地上下跳动 就想到了很多 我也想像他那样 发明很多东西 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我要做个科学家 你呢? 我想做一个医生 给很多人看病 阅读 鲁班与句子 句子是中国人发明的 在两千四百多年前 人们用斧头砍树 修建房子 可大树又粗又高 用斧头砍 又累又慢 一天 有个叫鲁班的人 上山去砍树 山路很难走 鲁班就用手 抓住山上的小树 野草往上爬 他 轻人 他感到手心一阵疼痛 张开手一看 手掌已经被小草割开了一个大口子 鲜血直流 鲁班觉得很奇怪 一颗小草怎么能割破人的手呢? 他仔细一看 原来这种小草的叶子两边长着锋利的细齿 手一抓就被割破了 鲁班边看边想 如果有像这种叶子一样锋利的工具 不是很快就能把大树砍倒吗? 后来他做了很多试验 终于发明了句子 疼痛 疼痛 原来 原来 工具 终于 终于 女的 專用 糖